和學生一起上台表演 口條清晰自鎮腔圓 這聲音在廣播界一點也不陌生 他是知名廣播人葛大衛 曾經拿過五座金鐘獎 還擔任過金鐘金曲評審 在世新大學任教 卻被學生指控榨財 借貸超過百萬元 打工存下來的14萬 全部拿給王姓助教 卻只換來幾張認購證明 但根本沒有效力 說好十天就能拿回一成獲利 卻一拖拖了三年 越說越氣憤 當初信任的葛老師和王助理 一再欺騙學生 受害者籌組自救會 才發現原來這一兩年來 老師不斷向學生借錢 王助理傳訊息要同學匯款 2000到3000元不等 還利用葛老師名義 要學生幫忙繳電話費 透過系主任走班的方式 大三大四的同學宣導 師生之間借貸 以及同事之間借貸 消防指導消息後 召開協調會 但葛大衛卻必不見面 都有助理出面處理 記者致電兩人都沒有接聽 大學老師和助理 利用學生信任多次借貸 甚至涉嫌詐欺 如今謊言遭拆穿 師生們恐將對不公堂 記者流氏溫灘新媒體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